很多明星、网红、设计师或者是游戏大神都拥有漂亮的武功 武功强的人容易出享乐主义、玩心太重、不误正业 甚至只醉金迷、声色、拳马、游戏人间 当然也容易让你享受快乐、桃花不断、生活多舟多彩 而且这种人往往创造力非常强、点子比较多、在人群中比较热眼 因此第五宫才有了这么多的名称 男女宫、子女宫、恋爱宫、娱乐宫、喜乐宫 我曾经见过一个很正面的案例 一个小姑娘、火星、木星、土星三颗星都落在了第五宫何项与金流座 她的感情生涯多姿多彩 虽然火土两个星落在了第五宫 让她一直情怒不顺 遇到了各种狗血的情感和奇葩难有 但是她的身边从来没有缺过桃花 而且都是外在条件很好的优质桃花 这个小姑娘脑子也非常的灵活 小小年纪就是一把挣钱的好手 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此处再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但凡能够拥有大富大贵者 盘中的冥王星的能量都会非常的强大 因为冥王星阻挡着巨大的资源权力 以及人脉和颠覆性的突破 尤其再有强势的土星和木星的参与 就会更善意成龙 当然如果武功被克就会非常惨烈 新盘中如果有土天海落武功 又刚好在魔节座 这种配置的人就很痛苦 因为第五弓被凶心压制的太严重了 所以恋情又苦又奇葩 往往容易陷入莫名其妙的暧昧关系 容易遇见渣男渣女 甚至异地恋网恋被绿 还容易被对向坑前